我们马上来关系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那么在近期呢 我国的南沙太平岛 是完成了码头巡升的工程 并且正式的启用 那外界也相当关注 总统蔡英文 是不是会借由这次的机会 登上太平岛 只不过在蔡总统宣布 是否登岛之前呢 国民党外交国防委员会的 赵伟马文君 就宣布呢 要在5月16号 率领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委员呢 登上太平岛来进行考察 而在今天呢 最新的这个登记报名的名单 也曝光了 其中呢 包含了立法院的副院长江启成 以及国民党的外交国防委员 包含徐晓星 黄仁是都有报名 而其他委员会的部分呢 包含了罗志强 以及林思敏呢 也都有在这个登记报名的名单上面 那一起来听到 国民党外交国防委员会 徐晓星委员的最新说法 第一 我们是希望能够保持区域的和平 稳定的发展 第二 太平岛属于中华民国 第三 太平岛是一个岛屿 不是交岩 我想我们会去表达的上述 这样子的立场 那在立法院内呢 除了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之外 那就我了解 还有一些其他委员会的委员 也很有意愿一起参与 我也不希望有任何的党派之争 党派之见 那大家都愿意要来 我们都欢迎 那我们也觉得 不分党派的立委 如果能够登岛 那会对于整体的国军的士气 有很大的鼓舞 对 所以我也不会去批评说 民进党来的人很少怎么样 没有 我觉得呢 有一个人愿意来 那我们就应该要多多给予鼓励 好 可以听到呢 薛小新是表示说呢 非常乐见呢 各个委员呢 都一起来报名 登上太平岛来宣示主权 只不过呢 却也被发现 这份报名名单里面呢 是没有任何一位民进党的立委 那么薛小新呢 也是在向民进党来喊话 是希望呢 部分党派 都可以登上太平岛来宣示主权 只不过呢 在这个现在呢 南海情势相当复杂 加上两岸的紧张关系呢 是持续的升温 这个委员呢 以及总统是不是要在这个时间点 登上太平岛来宣示主权 各界也持续关注